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 比较就是 所有中国人听到这段历史 我想你心里都是那种一股痛 当初我研究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然后因为就是最近我看到G7 G7在广岛开之前 广岛是当初人类第一个遭受核弹的地方 七大工业国的领袖在那里开会 然后开会前就这么巧 五艘大陆的战舰 都是很现代化的 其中一艘是动物 那是全世界现在最先进的神盾系统 一万两千五百吨 还有一艘动物量 第一是七千多吨 也是全世界非常先行的 总共五艘他的补给舰 电针船这样子从大陆上海内 绕了整整日本一圈 他的图是这个样子的 我方反了是不是 对不起对不起 反了 一开始从4月30号就走 让他绕着这里有他的时间 整整这样子走了一圈 走到最后又上来 然后绕到这里说 因为不这是台湾吗 这里有好多日本的岛 他在这里还 五艘船还分成两个 然后穿越不同的岛屿又一起上去 又会合在一起 各位 你看到一个国家的军舰 五艘 这样子花了20天时间 他结束的时间 大概就是G7 在广岛召开的时间 不管 即使这两国是成平和平的 没有任何的冲突 没有什么灰色冲突 好不好 他找了五艘船这样子绕一圈 贴着这样子走 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奇怪的 这相当罕见 极不寻常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 你很清楚的 你不是一个训练 一般训练你说 我们五艘船 我们要到外面做个远航训练 开个20天 看看船上的官兵 习惯于在海上的生活 这叫远航训练 这个远航的训练 你哪里不能去 你到西代比亚那里走一圈都很好 你知道你绕着日本走这一圈是 这么明显的在告诉他们什么东西 我当时看到这个 因为这个新闻是谁发布出来的 日本防卫省 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他就只讲了什么时间 什么船在哪里 什么时间什么船在哪里 我就拿了那个地图在那画 我画出来就是刚刚看到这个样子 那后来我前两天我又关心了一下 还没有结束了我发觉 他还有一些船在各处在那里 穿来穿去的 但是就在G7前20天 有一条这么明确的一个 所以当时我一看到 我就觉得说哇 他一定在想要清楚的告诉日本什么 那到底想要告诉什么呢 我就查了一下这些历史资料 然后我发觉一些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各位可能大家都已经忘了 这个G7就是七大工业国 这七个国家居然通通有参加八国联军 那我把网上的一些资料找下来 当然在不同的资料里面 你有不同的数据 我发现因为实在太久了 将近一百多年前了 你去看这些数字 多多少少有些差异 但是大致上它的比例跟数字 是跟我这张图是差不多的 请大家注意看 第一个美国派了34200人 英国派了122020人 加拿大派了2000 法国派了3400 德国派了900 意大利派了2800 日本派了这个 这是1234567 加拿大那个时候不算一个国家 这个加拿大现在这是G7 这是G7的七个国家 加拿大如果你去查 当时并不在所谓的 八国联军的名单里面 那是因为那时候加拿大 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的这一万两千多人 那其实是主要有印度的佣兵 不是佣兵啊 它殖民地 第二个就是加拿大的 还有第三个是澳洲 这三个国家都有 印度大概派了8000人 在这里面 加拿大是2000人 然后澳洲是500人 所以英国本土来的 其实很少 大概只有1000多 其余都是它的殖民地来的 那因此你看到这一次G7来的 这七个国家全都参与了 当初的八国联军 这七个国家你再去看历史 仔细去看 基本上他们都认为自己是 非常优秀的白种人 我们是这个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你看看皮肤这么白 然后我们一直在统领这个世界 然后因为他们自认为很优秀 所以这个世界要听从 这些国家的管理 当然你可能会说 日本不是白人啊 对不起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 他们就提出来叫做 托亚入欧 日本一直认为它是 跟亚洲不是一个档次的 亚洲你们是次一个档次的 我根本不要跟亚洲在一起 我要入欧 我是跟白人在一起的 所以日本一直自视为 他们是皮肤就是黄了一点的白种人 他们应该跟着这些白种侵略的 一起来控制这个世界 然后你再去看 这些白种人 从英国开始 Angers of Sartre 这些民族啊 一开始过来 什么荷兰啊 什么在全世界的这种叫做殖民 他们当初到美洲的时候 大概两百多年前 开始到美洲去殖民的时候 美洲原来有一亿啊 我觉得美洲是加拿大 美国墨西哥 到时候是中南美南美 这一路下来 有一亿多的原住民 事实上我相信可能更多 因为那个很适合人民 这么长的时间 怎么可能只有一亿 但是你查历史 他说只有一亿 好吧 这个我相信后来 就是虚伪的要美化一下 说只有一亿 现在剩多少你知道吗 四百万不到 百分之九十六的原住民 每周的一路下来的不见了 那第二个 澳洲也是英国人移民去的 澳洲那个地方虽然很大 但是我上次有讲过一次 它是一个基本上非常非常艰苦的地方 所以那里的原住民没有这么多 那里的原住民有多少呢 有大概一百万 当初他们去移民说 你按史上的资料一百万 现在剩多少 六万不到 意思就是百分之九十四不见 你就知道这些所有白人 到各地去殖民 他的第一个动作 不是跟他们相处很好 他们第一个动作可能就是 杀杀杀 都是百分之九几 这是他们的本性 侵略 试杀 这是百种人的本性 日本人有没有这个 从那么远之前一直到今天 那接着 我始终感慨 真的是历史 一直在不停地诉说 同样的故事 反复的诉说 那么久之前发生的事 今天又发生了 也许再过一百年两百年 还会再发生一次 然后你有觉得很奇怪 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我们都是学科学的 我是理工科的 你知道这个世界到 开始到今天已经变了多少了 武器变了 对不对 国际关系变了 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变了 好比说我们现在都说 现在是地球村嘛 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要相互的帮忙啊 博爱啊 不要有战争啊 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高大上的道理 可是从开始到今天 为什么都没有改变过呢 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只有一个原因 不管这个世界多少的变化 记号有一样东西是 永远不变的 那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 人性 我们这个人啊 这个民族是他干嘛 真的告诉你 千百年都不会变 所以当初的八国联军 我现在隐隐约感觉好像就在 不知不觉 冥冥之中 似乎命中注定了 它又发生了一次 那你觉得说 哇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不妨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在看 我们先说 我给大家回忆一下八国联军 好吧 当然你说八国联军历史你知道吗 没关系 我今天讲一些你可能 就是不太知道的事情 八国联军的起因 所有人都知道 是义和团 那义和团那是为什么呢 他打的名号叫做 扶清灭阳 那还要进京秦王 就是我们要保护 我们的这个皇家 满族皇家 这是他们打的口号 那这个郑中 这个叫做满 那个叫谁 慈禧太后的薪水 他们也就扶植他起来 那义和团 从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开始 他们变成叫做义和团 然后在四处 这些制造一些暴乱呢 从1899年的十月 我们以现在的时间来和谈 就是去年的十月开始 义和团开始 第一个产案出来了 做了一些坏事 然后开始 他们在之前也是有的 但是他们在之前名称不叫义和团 然后从去年的十月开始 他叫义和团了 他开始犯案了 他一开始做的都是什么事 你怎么知道 就是杀洋人的传教士 把教堂烧掉 因为那时候很多的外国的传教士 深入民间 那深入民间你跑到一个 好比说跑到一个屏东的乡下 有一个教堂 有一个传教士 然后当然有些 这个虔诚的教徒相信他 但是在那种名字不开的时代 只要有些人挑逗说什么 那个传教士专门吃那个小孩子的 这些各种奇怪传闻 所以在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 没有受到政府保护的地方 就发生了一些那个名字叫做教案 宗教的教案子的案 就发生了教案 那时候一个一个教案 在各省蛮有名的 这就是当初那个叫做什么 义和团第一个开始做的这些犯的案子 然后接着从外围的教案 一些不同什么 他开始慢慢慢慢慢慢 开始像金斯 就是北京 他的租界地 驻华的使馆 以及驻华的机构 还有一些洋商 开始打砸抢 开始慢慢慢慢向那里集中了 我刚刚说的这两个 一个教案 一个开始攻击 你们知不知道 基本上和日本是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和日本没有关系 第一个 日本跟我们看起来是一样的 即使他认为他是优秀的白种人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 他是优秀的白种人 他一样跟我们是一样华种人 所以那个叫做 扶清灭阳的那个阳制 在那个时代 普遍的中国人思想里面 日本不是洋 好不好 而且日本也不可能深入基层去传教 所以教案没有一件跟日本有关 那既然跟日本无关 那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 深仇大恨呢 你有没有看到 刚刚我们派的那个 所有的军队里面 你知道日本是 遥遥领先其他的 他两万多人 其余的最多才一万多人 日本为什么要派这么多的军队 跟我们有这么深的仇恨吗 那当然想 今天你去看中日的仇恨 当然很深 那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有这个八年抗战 但是当初对不起 还没有八年抗战 那个时代 日本跟大清朝 不是跟中国 大清朝只打了一仗 叫做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的时候 你以为 这个 整个中国的民心 是全都站在 大清朝这一边吗 你去读一读那时候历史 你会知道 根本就 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比说 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 很多国外的报纸 那时候就已经有报纸了 登了一些记者 访问国外的华侨 说你们国家在打仗了 你会不会回去为 这个大清朝 为中国而战 他怎么回答 我才不会保护 为了清朝 因为清朝是谁 清朝跟我有什么关系 清朝是满族人 我为什么要保护他的权位 牺牲我的生命 这是普遍华侨的心态 除了这个之外 那个时候报纸 对不起 到现在还有照片 照着这些东西 就是每一天打路战的时候 不是有路战的时候 有一个甲午路战的时候 有日军的驻地 每天早上清晨的时候 驻地的大门口 有一大堆中国的百姓 牵着牛车 马车 帮日本军运之重 就是运他的军需品 主动的跑来的 为什么 日本人会给他运费 他为了赚起这个银头小利 而且相信这个钱可能是比他 到别的地方工作能赚更多钱的 所以你看那里有照片 一清晨就一堆人 中国老百姓 在那里牵着牛车马车 在那里运这里 还有呢 你说甲午海战打得很惨 那甲午海战 北洋海军被几乎彻底击垮了 培养海军军官的像这些马尾学堂 那些年轻的学生在那时候 这些资料都还在 这些我当初研究都看到了 他们私底下的讨论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还希望日本赢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一致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